来看到这是银白头发配上了纯白婚纱 世纪婚礼的主角真的是走过了一世纪 华山基金会替102岁的裴爷爷来圆梦 在台中太平满烟厂举办了婚礼现场温馨感人 也很庆幸他能够遇见王奶奶 与他一起携手相知相伴 走上红炭这场世纪婚礼的主角真的走过了一世纪 102岁的裴爷爷曾经遗憾没有与王奶奶举行婚礼 现在这个愿望将由华山基金会来完成 除了是服务之外一方面也是学习的部分 我们也会去探讨就是爷爷奶奶他们的生命的历程 然后他们可能在人生当中有什么样的愿望没有去实现的 然后我们就是尽量去帮他们去实现 从事先挑选西装新秘书画到现场布置 这场婚礼包含了许多人的用心 太平区公所也提供埋烟场馆作为场地 更作为主婚人到场见证爱情 可以帮他圆这个梦 这是我们真的公所很荣幸 会议均吻 而且是跟着老奖到台湾的 那时候他们很辛苦的过来 当我听到这个故事 他说跟奶奶没有拍结婚照的时候 其实我很心酸 因为我们身为婚礼人 那么可以帮爷爷他们做这个婚礼 我们是很开心的 陪爷爷年少从军错过失婚年龄 在16年前与王奶奶结缘 但那时身体状况不佳 无法举行婚礼 平常也羞于开口 在今天看到盛装的彼此后 既开心又感动 手上的戒指闪闪发亮 陪爷爷感谢王奶奶的陪伴 庆幸人生能够遇见她 一起携手 相知相伴 请不吝点赞